如果把一个资料夹里面的名称全部抓进来 这边请你好好学哦 我们再做一次 那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去做这件事好了 所以我先把所有档案通通都关掉 不要储存哦 就我先打开一个新的以资料档案 就是直接在 在这个TTD这底下好了 直接新增一个以资料档案 然后我们就叫做图片 资料清测好了 因为我重点是要建造出一个图片清测 然后快速点两下 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先另存存成什么 存成这个含聚集的活业簿 接下来重点来咯 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刚刚那个TTT这个资料夹 这个TTT这个资料夹我先把路径复制起来 怎么复制路径这边点一下然后Ctrl加C这样就复制好这个路径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这里面呢 公式底下可以去做定义名称 我自己去选择一个韩式的名称这个名称就是韩式 例如说我就叫做file name就是我要去把整个资料抓进来我就取一个也许你可以叫做get file name 取得档案名称取得档名称取得档名好 例如说我前面我再加一个get好了get file name 然后接下来请问我的路径呢 路径在哪里 我是不是要先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我要取得档案取得档案的一个韩式就是files 我不是取一个档案我是取很多个档案 所以这边等于file有加一个s大小写都可以 左刮弧路径嘛刚刚我们是不是贴了一个路径贴上 记得再加一条斜线心点jpg 我可以限制里面我只抓jpg 请问我假设里面所有档案都要抓进来那就是心点心 那因为我现在只抓图片然后再加两片 因为这个在files里面是一个变数就好像那个 工作表的名称是不是 就是例如说假设叫list这张工作表你是不是前面后面都加两片 好然后接下来又刮弧可以吗 就是我再给你们看这结构是很简单的这个结构写在这个地方 这个结构呢就是等于随便你大小写都可以 可是一定要加s等于files刮弧两片两片 这边我应该写路径嘛就是那个档案路径 只是刚刚这个路径请你千万别打字 你看我这个过程我几乎没有在打字我连在使用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我都是用复制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到这里面我都直接做贴上 千万不要用打字吧 因为打字就有可能打错字嘛 好确定 接下来呢 我一次多应用几个 如果啦 如果我们今天档案有一千格 你就选一千格 如果你有一千格档案 我就选一千格 如果你有十格档案 你就选十格 你可不可以多选几个 像我现在只有三格档案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多选几个 好例如说 多选几个 接下来我就应用 会不会应用函数 请问 会不会做那个函数的一个使用 像加种函数是不是等于 sum 一样的做法 等于 只是我现在要输入的是 get 有印象 刚刚我是不是定义那个名称 get file 然后name 这个时候其实你打get 因为getfile name是我自己命名的 所以我应该很清楚 我就直接按一下type键就好了 接下来我要 阵列应用 阵列 整个这个阵列 这边有一格 两格三格四格五格六格七格 以前我一格的应用是enter 现在是阵列应用 所以是Ctrl Shift Enter 这样就应用出来了 然后记得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三个我要的档案 我就直接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 请做选择性贴上 因为我们照清澈一定是 照 就是说 一列 这样子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就输入 直跟什么 转字 确定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 这三格档案名称 我 重点就是要这个 完完整整的 档案名称 好 所以我只是说 在这个地方 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要用档字法 绝对不要用档字法 您可以用档字法 但不要告诉别人说 是我教的 我教你是用什么 自动抓档案的方法 这里面如果有一千个档案 我是不是一样 花一点点的时间 全部做完了 好 所以请你们 第一件事情 先制定一个 韩式名称叫 GateFileName 然后 接下来 只是透过一个什么 布置选择性贴上 来去改成直的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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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